如今国内解禁皮卡的省份越来越多 皮卡成为和SUV轿车MPV同等的日子真的不远了 可以预见的是国内的皮卡将会迎来大爆发 就在今年初一款能够变形的科幻级皮卡正式发布 它的造型或许才是未来皮卡应该有的样子 这款车的中文名称叫做牛人T1 T1的造型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所有皮卡当中最漂亮的 虽然它仍然保持着传统皮卡的造型 但是其简约的前脸迷幻的LED灯带 看起来既科幻又不夸张 尤其是悬浮式的车顶设计可以算是外观的精髓所在 T1采用的是单门再加上2.1米的车宽 让它的视觉效果达到了极致 T1拥有可扩展的底盘和车身组件 可以让它在轻型箱货 轻卡以及乘用型皮卡之间相互转换 尾箱选装了高顶以后 其车身的造型让人惊艳 其实T1的车身只有5.4米 在皮卡中属于标准尺寸 T1座椅使用的是前一后二的布局 无论是驾驶还是乘坐都非常的合理 宽大的中控台堪比办公桌 三块全液晶仪表几具未来感 该车使用了纯电作为动力 最大扭矩526牛米 但480公里的续航里程稍显不足 据悉该车未来一到两年内就会上市 届时国内皮卡会以全面解禁 将来它或许会成为你的座驾 也说不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